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空间 那么今天带你来的那款 e-hubby exclusive convo bet 蝙蝠擎天柱 蝙蝠擎天柱 其实跟鳄鱼威震天一样 二者和G1动画片里 咱们熟悉的汽车人人和霸天虎阵营的领袖 完全是两把事来的 没有任何关系 不过似乎是一种约定组成 大家都管这个 长得像蝙蝠的家伙 叫蝙蝠擎天柱了 其实这个限定品挺有意思的 涉及到了几个玩具线 不同作品的重图和重组 可以看到包装里面内容物特别的丰富 还附赠了一本薄薄的漫画书 玩具的主体 其实就是官方的蝙蝠膜做了一个重图 这一体性还是相当不错的 改造之后的颜色 配上这一款重图作品 鳄鱼威震天 摆在一起很有气势 很有感觉 这玩具的细节纹路 包括蝙蝠形态的头雕 本身就做的足够立体 足够精致 配上这个颜色 也是把更多的细节给表现出来了 嘴巴是有个张开笔合的选择了 翅膀上面也有大量细节的一个表达 可动性也是一点不差 有1 2 3 三段轴动关节的不同角度选择 翼展也是挺给劲的 所以蝙蝠如果能搭配一个透明支架 让它有一个倒挂的展示状态 那就更棒了 背后来看人型的脚板有些外漏 这个不大美观人型的拳头 也是暴露在外面 另外这个小翅膀是软胶的一个处理 这个和蝙蝠的耳朵是类似的材质 胸口这个头门剑是可以打开的 头顶战士的小朋友就可以安坐在里面 这空间利用还是挺充分的 另外还搭载了一个小圆面的重图版本 变形起来也是特别的简单 飞机的底部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星的状态了 飞机头向后翻 然后翅膀向前推 形成星星的前臂 再把咱们鳄鱼威震天的脑袋踩在后面 人兽结合的星星战士就形成了 另外人形的武器双兜 在伪装形态下也有很好的收纳 为向BW版本的蝙蝠擒天柱 进行了一个完美致敬 变形非常的简单 而且相信拥有那款头领战士系列 蝙蝠膜的朋友并不在少数 所以对其中的飞机关应该说是非常了解了 首先是把两个翅膀和腿部分开 另外蝙蝠的脑袋向下推和胸口 有一个对应的紧实咬合位 两条腿向下搓 我做法是先把这小翅膀 翻到人形的背后这个位置 另外这个大腿根部 我的建议是旋转180度 使得锚钉露出胶少的部分冲前 之后把蝙蝠的翅膀折叠起来 有几段关节都向中心线做一个收纳 翅膀胶的地方有个凸起 和中间面板的凹线 进行一个结合 脚板向下打一条腿 就是变形到位了 另外一侧镜向的调整 之后专注于人形的上爬 手臂拉下来 那么根部首先是向下翻之后 凸起的灰色部件旋转到背后 这小臂就是有个正确方向的展示了 手腕做一个调整 最后是把头部安装上去 好了 咱们的蝙蝠青山柱 变形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 人形状态下的蝙蝠青山柱 首先来讲 这个配色调的是真棒 一体性没有任何问题 头雕 这简直就是为蝙蝠青山柱设计的 虽然最初使用这个头雕的是咱们熟知的羽天敌 但经过了一个简单重途之后 当然它会更加适合眼前的蝙蝠青山柱 包括胸口的一个样式造型 手臂的颜色搭配 背后小翅膀的一个处理 都是从不同角度彰显重途 所带给玩具新生命 那么从正面来看 它的美形度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旋转到侧面来观察 背后有一定背包的存在 这也稍微有点可惜 主要是蝙蝠头部的一个外挂 如果能做一个更好的收纳 比如藏在胸腔的座舱里面 相信整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当然小腿这个设计是很赞的 在我看来是很有创意的 把蝙蝠的翅膀 整个裹成人形的小腿 可动方面和原色版本是完全一样的 头雕向各个方向活动 当然这个可动幅度 比80年代的老家伙 老头领战士是要强太多了 肩部是有两段关节 所以这个平举向上抬的幅度 是来的特别充分了 小臂的外摆内收 曲肘是一个超过90度的表现了 不过大小臂之间的过渡并不自然 手腕只能向后翻 也是一个变形的需要了 拿过来它的一个大兜 冷兵器 这个变形收纳的机关 反而使它握刀的时候 有更多动作的表达 牛身是可以平转的 大腿根部前后向侧面踢 外摆内收也做得到 屈膝这个范围是特别给劲啊 直接 小腿的翅膀就把大腿裹起来了 而且上面有很多纹路的刻画 脚板有点可惜啊 只有前后的一个调节 自然形成一个斜面 但是并没有左右进一步的接地性调整 申请方面基本上就是标准的D级别 直到V级别大哥腰腹部的一个位置 另外呢就是请出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款重图版本的鳄鱼 威震天 这两者放在一起画面实在是太美了 这款一号比限定的作品 巧妙的将不同玩具的部件结合在一起 配上合理的涂装选色 硬是传出了一个很有神韵的蝙蝠青山柱 也算是神级设计啊 而其中搭配的鳄鱼威震天头雕也做得非常传神 蝙蝠和鳄鱼终于可以在D级别的尺寸上团聚了